养了这么多的动物啊 这个卫生啊是谁来打造的 对 这个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没有它的时候是我做的呀 但最开始它说的 愿意照顾我和我的宝宝们吗 然后现在就又这样子的又变了 不是 一开始不是宝宝少吗 对 算是宝宝原来多了受不了了吗 就不一样了 致变了我觉得就 那你这也是你也变了呀 我没感觉我变的 我感觉是你变了 行 咱把这些宠物宝们 先放在一边 我们知道男生有点吃他们的醋了 那除了这个宝宝之外 你们俩交流得怎么样 我俩基本上现在就是零交流 因为我呢 做班从早到晚一直在单位 然后就回到家之后 一说回到家我就来 一回到家之后 我还要手术屋子 就是猫狗弄乱了 然后那个猫毛哪儿都是 然后我还要手术屋子 手术完屋子我还得给它做饭 我做完饭了 它就什么也不管了 我还得刷碗 然后他呢一天就坐在沙滑上打游戏 然后我呢每天上班 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他是个职业练家 对你来说他是高段位的 对 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太幼稚了 你同意干什么呀 你最开始你怎么同意了 你开始不是认为能打得过你吗 后来发现你藏得深呢 这谁知道啊 对不对 他就无理取闹 天天就是这样 所以女生觉得说 照顾宝宝和我是你的承诺 对 打游戏来决定谁敢家务 是我们互相达成的共识 对 这个就是我就当时就开玩笑一样 就然后他就每次都拿这个说事 基本上每次我都打不赢吧 可以说 然后每次其实都是我来收拾的 那我不主动把你刷过一次两次的吗 那你看就刷过一次两次 所以你们俩的共同交流 就是情感的交流 游戏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图形 我觉得不重要 但是他觉得重要啊 你在生活里有朋友吗 我生活中有朋友 他的那些朋友就是打游戏的朋友 每天就跟那些人打游戏 我们朋友一起打游戏啊 那不很重要吗 他每天就跟那些朋友打游戏 打游戏 然后就每天语音 然后特别开心 然后我一跟他说什么 他就哎呀 你别人去玩 你不是跟别人说的 就特别爱爱理不理的那种 就是跟我的态度 跟他那些朋友的态度 就完全就是 就我根本不像个男朋友 我就像个保姆 每天就是做饭 刷碗 收入屋子 然后对我爱理不理的 我对你爱理不理 那你不是也有事情吗 你那边 你不是也在跟别人聊得很开心吗 那你现在又来说我 那我至少 我那些游戏里的朋友什么的 你也都知道呀 我没背着人吧 我是知道 我是说你这个态度 就是让我 现在就接受不了 我现在觉得 我不像一个男朋友 像个男保姆 刚才已经说了 打什么游戏啊 王者 他打王者 你打得不行 这常打的和不常打的 确实不太一样 对 你得背好多人物的功能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吧 对 这个比背台词还难吧 我有时候主持的时候 有长段的那个词 这个还得记人物什么 是吧 你得记 你得记功能 它有什么功能 然后这个功能怎么释放 手速还得快 就是它 反正很复杂 你学一下吧 要不然 就我这智商够起来 我也没觉得会 我要跟他打游戏 玩洗碗的话 我就成他们家保姆 你这不是洗碗机 你是一辈子都可以洗 对 洗碗机 洗碗机 来 咱们接着听他说 男生觉得自己受了冷卧了 对 你们家排第一位的 应该是宝宝们 对 排第二位的是 他游戏里的朋友 对 排第三位的 应该是游戏 第四位 他算第四位可以吗 不是的 就是他之前也有在网上 跟别人聊天什么的 我都被我抓住了 不是 聊天很正常 你们打游戏的时候 语音很正常 不是 他在跟前女友聊天 就是之所以我对他 就后来就是比较冷的嘛 就因为我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根本接受不了 他跟他前女友那天聊天 就是说 回忆他们两个之前的事情嘛 然后多么多么的开心 对吧 这个完全是他意想出来的 我意想出来 我的手机两条记录就在那儿呢 怎么就从我意想出来的呢 你说我说什么了 你说我根本不后悔选择你 对吧 那都多长时间 他总拿这个事说事 分了之后 对啊 从这个事情之后 我心里就有变化了呀 那个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就回那一两句 觉得心里变化是什么 我就觉得他对这段感情 已经不认真了 他已经联系前女友了 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想跟我走到最后 这事你得解释清楚啊 我跟他说了 但是他完全不听我说 他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 就是一不是我主动联系的 二就是他联系我之后 我就随口就是跟他说了两句 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我也没说什么 前女友说了什么 你看了记录了是吧 对 能说吗 可以说就是他跟我说 你看咱们以前 多么多么好 就是经过经过什么事 然后挺好的 然后他现在好像不太好 就是这样 我就说 你咋回的呢 我就回他 以前确实挺好的 对 那个你也挺好 再有一次我也不后悔选择你 我没后悔选择你 谁说的 他说的 他们就没后悔选择人家 就人家都可好了 然后 但是咱们分了 对呀 分了 然后还联系呢 就那一次 让我抓住了吗 就是一次 然后就从 但没说过 等于抓住的是一次 对 就抓住就那一次 没抓住的就 我不知道 无限 无限了是吧 不知道了 只有这一次 跟谁都好